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专家小伙委员李平云怡心 五行悉养的因为回复 和接触来传练 刷好水烊就可以有效的降级传练的方向 也就是保护自己和别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处理便宜静缩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朋友的促试 第一 要转停刷好水烊 来偏便飞漏的传练 第二 用过的水烊一定要等去做摄烫 不然就是风景的无量 另外给大家提示 处理便宜静缩的时候 随时要保持你手的清潔 无量用你的手机 蒙你的眼睛 平衡跟水烊 保护自己就不让别人晾到 让他无量扮金山 一定要够好你的水烊 将给传练的方向 出发社区的安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新的学期即将到来 金融市长林游昌来到中兴国小 视察老旧校舍改建工程 听取简报 中间有一个环形的操场 那这边有一个溜滑梯 就是在我们的右前方是一个溜滑梯 那教室的设计是一个Y字形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在左前方的这一部分是未来的 未来我们的那个图书馆 那图书馆的部分我们也才裸空式的 听到工程进度超前百分之一 女游昌进一步期许 工程力拼年底完工 除了新的白米跑道之外 二楼到一楼还有大型的溜滑梯 也是工程的一大亮点 外形的设计将会是一座美术馆级的学校 我想我们中兴国小的老旧校舍的改建 以及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工程 那得到2020年的这个国家建筑奖 最佳规划设计的特别奖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学校 是美术级美术馆级的一个小学 新的校园更是提供120个汽车停车位 95个机车停车位 不但解决周边停车不足的问题 改建工程同时也把围墙与校园的空间 彻底整合 改建完毕之后呢 它也会成为未来我们以校园为核心的 环境改善计划 另外一个新的起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个围墙 未来会跟校园的一个空间 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协调跟整合 那过去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大的一个高差 还有这个老旧的围墙 还有非常杂乱的一个环境 都可以透过这次校园改建的一个计划 把它一并做整理 这项工程总经费3.1亿元 其中向中央争取到1.6亿元 新的校舍完工之后 将有普通教室 阶梯教室 舞蹈教室等 崭新四间的教室和活动场域 让老旧的中兴国小彻底蛻变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城隆庙里的道士 正在为民众进行补孕祭改仪式 祈求神明保佑 让新的一年都能平安顺利 每年我们城隆庙都是在出世 结省了以后 那当然新的一年开始 那信众和信徒总是希望 新的一年能够将去年不好的孕 这样能够化解掉 然后新的一年也希望在城隆 业集众生明的保佑之下 能够这样新的 然后平安顺利的一年 所以说我们在大年出世 结完财神以后 都会有所谓这种祭改 补孕的这样 为信众来祈福 求平安的这样的仪式 基隆城隆庙表示 祭改目的在于要化解掉 你今年所犯冲的煞心 也可以针对个别不顺遂的事件 做祭改 庙方会准备生鸭蛋 豆干猪肉等 作为小三生祭品 象征压住赶走不好的运势 而补孕的民众 要戴一件本人穿过 有袖子的轻薄上衣 庙方会准备代表长寿的面线 以及12颗龙眼干 仪式完成之后会剥壳 象征脱壳重生 很感谢陈黄爷跟陈黄夫人的 就是把他倒三缸 让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身体 就是还蛮灵厌的 所以每年我都会来拜拜 然后这一盖补孕这样 家人也是一样都是 都平安这样 护国陈黄除了陈黄爷 非常在神威显赫以外呢 那我们后店的陈黄夫人 也是很多信众 为了求家庭平安或是爱情 这样来顺利 都会来祈求陈黄夫人 来保佑家庭和乐平安 还是说事业 还有这样爱情能够这样顺利 那所以说呢 很多信众为了答谢 这样陈黄夫人 对他们的这样保佑 甚至来协助他们的家庭美满 都会准备很多的化妆品 来答谢夫人 对他们的这样照顾 而除了季改补孕之外 庙方表示 今年属牛和羊正冲 属龙 马 狗 偏冲 都要安太岁 庙方会在有福令的红纸 写上善男信女的名字 和出生年月日 经过道士 用传统道教科医仪式 再把红纸贴在 陈黄爷大神像旁边 就是传统安太岁的方式 基隆陈黄庙表示 每年农历初五到十五元宵节期间 都是季改补孕的好时机 请神明保佑新的一年 能够平安顺利 而在平常日 每天下午一点 也会有收金仪式 记者基隆综合报导 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 广受妇女朋友喜爱的 妇女学院各种课程 去年上半年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妇女学院第29期 只招收下半年度 今年因为国内 现阶段疫情趋于稳定 所以第30期的妇女学院 要恢复整年度的招生 当然开课后 也会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 以及发布的疫情讯息 做滚动式的课程调整 来保障学员们的健康 欢迎年满20岁以上的妇女朋友 报名参加各项课程 报名时间从2月23号 到3月11号为止 那今年因为疫情相对受到比较稳定的控制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 比照以往的话 就是开整年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的开课课程的话 就是从今年的2月23号开始 受理报名 那到3月11号 那我因为那个报名 以往的话都是相当踊跃 所以我们在报名的第一天 也就是2月23号 我们会在我们妇幼馆的1楼 8点就是发放我们的号码牌 然后9点的话 同意在我们的妇幼馆7楼受理报名 那当然因为我们这个妇女学院 是开整年度 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 那当然我们会依照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一个发布讯息 做一个适当性的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另外去年虽然第29期妇女学院 开了下半年的课程 但是为了减少群聚避免疫情 最后并没有举办结业成果展 不过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还是很有心 把各课程上课时的情况 分段改Po上社会处的网站 提供给学员及老师浏览 更欢迎民众上网观赏 那我们第29期的这个妇女学院 那我们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停办 那我们将所有的这些 我们妇女所这个学习的这些成果 我们就放在我们社会处的网站 那欢迎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能够点阅谢谢 今年第30期妇女学院 总共有46种课程 也新增加最夯的护理美甲 以及中西药养生保健 两门新课程 请妇女朋友们把握机会 记者吴俊松 大红色保温箱加上仙橘社的制服 这群特别有爱心的长照便当快送服务 志工人员穿梭在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他们所属的私立长照中心或是教会系统等机构 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默默服务很久 有的已经长达十年左右 志工们骑着机车 特别穿梭在要爬坡的小巷道 甚至连机车也到不了 必须爬楼梯的小巷道内的住宅 将暖乎乎的午餐及晚餐便当送给失能 或是行动不便 以及独居的长辈 不仅让长者温饱 也温暖长者的心 备受长者肯定 这饭都热的吗 都热的 吃起来很温暖的 能够长期做这样的爱心工艺服务 必须有坚定的理念才能支撑 对于能够服务长者 志工们都很开心 欢喜做干完修 送十九户到二十户 这样要花你多久的时间 一个多钟头 是 每天都这样子 对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会 为什么 很乐意帮助人家 福岛支持的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地制证印有便当 自样的橘色服装和大红色保温箱 给这群长照送餐志工们 骑机车时使用 让大家可以更知道了解他们 进而更支持他们 希望让长者都能够吃到热腾腾的便当 也提高长照服务的涵盖率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还是听得见比较好 因为以前都不知道身边的人 问我说什么 生活上活动了不方便 所以很喜欢现在 轮廓电子轮后的生活 洪小姐国医时发现有听力障碍 17岁发生突发性耳容 就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善心人士捐助人工耳瓜 植入手术的全部费用 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彩虹 另外一位郑先生 因为两侧的中耳炎并发内耳炎 导致听力重度损失 在多个团体协助之下 成功植入人工耳瓜 找回人际沟通的能力 生活慢慢的回归正轨 在交友人在外面吃饭用餐 我也很敢一个人这样出去了 不然我之前出一切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在外面去领餐 因为对方向是完全听不清楚 人工耳瓜植入手术 越来越成熟 长庚医院从1985年至今 已经成功协助千人 再次听见声音 不过人工耳瓜植入手术费不便宜 光是材料就要70多万 为了协助有需要的民众 长庚近年来推展一条融市的 听力障碍病患听语服务 长庚听语团队 社工师 社会局 加上长庚公益基金溢柱 让失聪者再次感受美妙的声音 以成功率来说的话 一般成人已经学会语言的病人 那他们的成功率几乎是 可以达到85%甚至90%以上的水准 而且甚至他们是可以在三个月内 就可以恢复到健全的功能 那术后呢 在复健的阶段 还有手术照顾的阶段 都是要靠整个家庭的复制 那当然在我们社会的补助上面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除了我们的医院 我们会提供一些社工的补助 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些金钱上面的资源 因为电子耳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积极地帮他们申请取的补助 来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照顾 人工耳瓜植入手术不断进步 目前长庚医院正在发展双镜人工电子耳瓜手术 结合显微镜下双手操作与内视镜下微创手术 外部伤口更小 内部伤害更少 达到微创和精准人工电子耳植入 尽可能保留组织结构 为未来可能的再生医学或基因治疗 提供听力回复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老板在这边 来我们给他拍摄拍摄一下 谢谢谢谢 老板归姓啊 毕竟去 去老板 欢迎来到我们的板道花林 我们目前成立的话 是去年的10月18号成立的 那这些口味呢 都是大家帮忙一起合作 然后合资研究 去研发出来的口味 对啊 那咖喱这东西比较 在日本属于是B级美食 那我们把它做个包装 精致化一点 大家都可以吃得比较舒服跟愉悦 老板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咖喱当然很多种类嘛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讲的什么印度咖喱 或者是这个日本的咖喱 它是比较倾向日本咖喱还是印度咖喱 其实如果要说的话 它比较偏向于日本咖喱 但是大家对于日本咖喱 就是偏甜 那辛香料感比较偏低一点点 那我们呢 就大家去试完 再试着口味的时候 我们希望不要那么甜 但辛香料感再重一点点 的一个风味 所以你们咖喱有稍微再做一点改变就对了 是的 就不完全是纯粹的日本咖喱风就对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做的欧姆蛋 我们老板做得很厉害 这个欧姆蛋要做成这样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表示这个手艺要非常的精湛 看到这么漂亮的欧姆蛋 大家会觉得想要赶快多吃 可能一个也不够要多吃两个 可以 哈哈哈 这龙虾在哪里抓的 我们的正宾域港 正宾域港 正宾域港 所以是我们台湾外海的 领故外海的龙虾吗 基本上是河滨岛那个渝港 河滨岛的现抓的龙虾 这不简单 这不简单 好 那各位看到 我先手给它拿起来 这一只很漂亮的龙虾 诶 这是颇办的啦 这个可不是美国的波士顿龙虾 不是哦 它也不是所谓的澳洲龙虾 都不是 它是我们台湾本港的龙虾 也就是在我们台湾北部的外海 河滨岛的地区所抓的龙虾 所以量其实很少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要预约的原因 是因为 呃 所有的龙虾都是我们北部地区的渔人 到海里面去拿那个刺枪去刺 一只一只刺回来的 它不是养的 所以它的口感 特别的鲜Q甜 而且这是有台湾米的龙虾 所以量很少 量很少 所以特别要预约 那我也感谢老板 特别帮我留了一只 这个很好吃的龙虾料理 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 太赞了太赞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龙虾的料理 前面表面有一层 我刚才一问老板 我以为是起司 结果发现居然不是起司 是什么口味呢 麥格关子 我就先用下去了 我确定它不是起司 因为老板告诉我不是起司 那吃它 我们旅长在旁边说 它已经很Q的 好 这个筋鲨 咬 Cong的 咬骂 好 继续咬 咬骂 咬骂 那我就 咬骂 嗯 嗯... 我要吃完才能講話 哈哈哈哈 太好吃了 答案解答了齁 這一層不是起司是什麼呢 其實老闆剛剛有講 它是麵粉裹蒜香做起來的 各位應該都很少聽過 用麵粉裹蒜香的方式 做出它比較薄薄的一層 所以這個龍蝦的味道 把它提的味道 又完全跟西式的做法 用焗烤龍蝦又完全不一樣 它非常的有特色 這個老闆果然是非常的有創意齁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龍蝦是完全不一樣 就不要說它的龍蝦就是我們 基隆本港的龍蝦之外 它的做法 也跟過去傳統的焗烤龍蝦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它的咖哩飯味道非常香濃 然後飯的口感我覺得非常好 很適中 那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它很特別是因為它的翁膜蛋 翁膜蛋呢 其實它做的算是已經 比較有成型 但是仍然保留那個蛋香 還有比較軟嫩的口感 所以說在吃整體 在咖哩蛋包飯的這個部分上面 來講話已經是很... 把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非常好吃 那再加上它炸的很好的豬排 所以吃起來的話其實它豬排很多汁 來這邊展夜 我認為它是很有眼見 很有想法的一位年輕的老闆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 基隆市非常有名的 已經有日據時代 由於我們一個少將 那個陸軍少將的辦公關署 還在上面 那現在這個產業也是算 肖將店 肖將他是人事務底下那邊 那這個老闆很有想法 他他來開業的時候 不久我就來有 我都有來關心了 了解他 就像我們隔壁還有那個 這個美農業我都來去關 在我里內 我都一定要來關心這些商家 北農近兩年推出多項 針對市場改革措施 包括包裝規格標準化 搬運站板化 物流運輸國際化等 去年重新改造的冷鏈低溫卸販賣區 冷藏庫及果菜物流中心 總坪數達3000坪 也制定農產品 進場標準作業規範 控管不具商品價值的次級品 即訂定預約交易管理作業規範 積極提升硬體設備改善制度 當我們全部做到規格化 這樣反化國際化的時候 我保證所有的農業部門的相關的價格 絕對會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們從北農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或許我們絕對會推廣到全國 那不只是在規格化、戰盤化、國際化 做到這樣的一個五合全世界的這樣的要求 這個還可以大量的省工把品質做分析好 希望比照北農的這個支撫雲的快篩 來建立 那我們這裡就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搭配實名制 所謂搭配實名制就是搭配到底 榮比來源是哪些 那我們建立了以後 我們幾乎可以由北農的成功的案例 擴充到全國 因此全國以後所有的消費者 在消費我們的農糧疏苦的時候 農產品絕對是不用擔心農藥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更具 北居一 那我們會在後面的這一兩年 把全國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食品安全的一個支撫雲快篩 全部的建立 那只要建立之後 那我想整個食品安全確保 消費者更會猛國產 那國外的產品絕對會大多度的減少 貝農讓蔬果拍賣全面升級 帶動營業額持續成長 也首創結合質譜化學快鹼 與供應人實名制把關機制 經檢驗不合格產品 可以透過實名制追溯源頭 後續可以要求停止供應 未來會應用雲端大數據 掌握不合格用藥地區 從源頭福島農民正確用藥 記者温云俊 台北報導 現在有年輕人的年輕人 台灣了解 了解說台灣有一段 一塊很期待 唱明念出228政治受難者姓名 並且以首語描述成名人老師的 228台語詩表達受難者 與家屬的心聲 由FOMOSA青年議會籌備處 及台大台語文社等50多個團體 發起228.0紀念行動 以拆除威權起造新國家為主軸 號召民眾上街頭力挺台灣民主自由 今天我們在這裡可以沒有恐懼的發言 可以沒有恐懼的站在太陽底下 包含媒體朋友們可以自由的採訪 我們在這邊自由運用我們的空間 這都是許多人的努力 看看我們周圍的香港 西藏 新疆 我們應該在我們還有空間的時候 努力的發聲 盡力的發聲 做出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期待未來有一天 我們能夠做出重要正確的決定 我們是一個小孩跟媽媽組成的政治團體 當然小孩也跟我們一樣 擁有了解真相 還有了解自己歷史脈絡的權利 小孩無情無處於夜年代 我們一定要脫離 同時我們也希望公民社會 可以跟政府可以一起來找尋真相 追求正義 也來記住台灣這座島嶼過去的傷痛 同時迎向台灣新未來的新共和新國家 2月21日週日下午 228點0紀念行動 將從天馬茶坊出發 預計步行數個歷史場景 中站為228事發地點 就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院 希望透過遊行活動 反思228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資深攝影師劉群群走遍世界各地 在冰島新疆瑞士取景 以10到20張連續拍攝的影像 結合出驚人作品 一張大張全圖搭配三張小型局部圖像 提供不同的感受 也藉此穿搭所有取景 往往都有可能是片面資訊 無法取代原貌 如同我們的生活中所接觸到 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樣貌 亦是如此 我之所以會被吸引是因為他的 這種海岸線的那種曲線很漂亮 拍所有的作品都沒有說特定要去拍哪一個景點 都是我兒子規劃冰島的哪些點一定要去的 都是當然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景點 但是後來我發現這些景點我幾乎都沒有拍 那反而都是一些路過的一些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反而都是我創作的地方這樣子 以當代攝影雙歌展為發想 多納藝術將劉群群對世界景觀的攝影與體悟呈現給觀眾 另外也邀請日籍攝影創作家靖藤悟 以微距攝影方式呈現花朵植物優雅的姿態 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媽媽跟女孩子聊天 開心聊天的樣子 所以拍到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想起來 然後花是女生 比方說這個的話 很有勇氣 很有勇氣 所以那個 dancing girl 然後裙子是 跑來跑去 飄來飄去的樣子 然後她的話 好像那個頭髮很亂的那個女孩子的樣子 花朵多樣的外表展現出不同的生命情感 就像人們生活在這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般多元 兩位攝影師以不同的視角觀看世界各個角落 挖掘生活周遭的一花一魚 讓觀賞者細細品味 我們是希望能夠以不同的面向當代的攝影去呈現 主要就是以地景跟一些比較特寫的一些花朵跟景物去做呈現 那以不同的場景去呈現出 我們所在這個疫情世界當中所看到的一個沒辦法出去外面走走 或是很少去見到的一些細微的場景 無論是地景風貌或是微距花朵 攝影師們透過觀察 以光彩調色為魔法時 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化為永恆之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小君 李寺